南韓只花了两个礼拜 就抢到701万剂疫苗 等于直接抢走了台湾订购的量 甚至到明年 每个韩国人都能够 打到三剂疫苗 现在网友就纷纷地喊话 说好羡慕南韩 为什么我们都催不到 买不到疫苗 蓝军也炮轰 政府买疫苗就是不够力 政府无能就不要再阻挡 民间和地方买疫苗 南韩率团群美国莫德纳药厂 成功催到701万剂疫苗 当中101万剂已经到货 但南韩再接再厉 除了原本的5000万剂莫德纳 另外再加购4000万剂 韩国人口也才5200万人 今年全部疫苗就采购1.93亿剂 年底前18岁以上的国民 每人都可以打到第二剂 到明年也有1.71剂疫苗 平均每人都可以打到3剂疫苗 台湾外汇存抵远胜南韩网友 暴动陈勤 真的好羡慕南韩 为何我们催不动又买不到疫苗 你买那么少量谁要理你 我今天要出货 我一定也是出给大客户 就是整体政策一开始就错误之后 后面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韩国大量买疫苗 创造自己的催货优势 疫苗买到人口的三倍量 搬关台湾明年只买2000万金莫德纳 其他疫苗到底在哪里 不排除 要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疫苗 让整个的一个配置上面能够更完全 这其他疫苗难道又是高端吗 在党痛批 中央如果买不够或又不到 就该开放向台北市自购疫苗 别再扯后腿 民间的能力比你强 那就让民间去做 不要在这边拖着大家 政府不要再找理由阻挡 地方购买疫苗毕竟都是国民的姓名 南韩人台湾为何不能 希望明年此刻台湾不会眼巴巴 看着别人打三级莫德纳 自己却只能抱着高端 羡慕南韩百姓